35岁台语歌手许富凯出道11年 七度入围金曲奖实力备受肯定 更成功夺得台语歌王宝座 不仅如此 他更是演艺圈出了名的孝子 永远把父母摆第一 财力拼买房要给双亲过好日子的他 四日演出后土梗叶落泪 透露爸爸正在家户病房急救 为了完成两人约定 他仍敬业上台演出 今日他也亲自回应病况 看大家能帮忙及气加油 根据ET Today报道 金曲歌王许富凯四 五日在高雄举办音乐会 将重新诠释乐坛代表性人物 宝岛歌王洪一丰的经典歌曲 和台湾指挥大师简文兵搭档 一起跨界合作向洪一丰致敬 四日晚间会后座谈会上 许富凯提及爸爸从小对他严格训练 陪着他征战舞台累积经验 有歌迷问许富凯 是国际指挥家简文兵严格 还是爸爸严格 不料他徒累撒舞台 透露爸爸人正在家户病房 许富凯的父亲平时陪伴出席舞台活动 这次缺席是因为爸爸人在家户病房急救 演出前许富凯在病房前对父亲取下约定 一定要等我唱完 爸爸是他最爱的家人 这次无法来看他表演 话语未完当场潸然泪下 哽咽的声音让人听了揪心 场面相当敌酸 面对大家的关心 许富凯今早透过经纪公司 回应爸爸的病因及状况 回应 许爸爸目前正在住院治疗中 病情涉及家属隐私不便多透漏 请多包涵 谢谢大家的关心 希望大家一起为爸爸集气加油 随后表示 今日的演出会尽全力做好 感谢大家的优秀